我们现在来介绍 Lagrange Multiplier的一个用途跟用法 首先我们介绍Lagrange Lagrange是一位18世纪的法国数学家 那么这里面的内容是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一个曲面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限制条件之下 我们要求它的极值 现在我们假设这是一个抛物线锅好了 这样的话画起来会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限制条件 来我们把限制条件画出来 假设限制条件叫做G Gxy等于0 这是一个平面上面的一个曲线 现在假设是直线 它既然限制在这个上面 那在高度上面来说它没限制 所以的话它会交这个曲面 来我们看看它的交汇的地方 它应该是一个抛物线 在空间中的一个抛物线 那么它会有一个极值 最小值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算 那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算法是需要一些 先要了解它 我们后面才能够列出式子来 我们来看看它的等高线 现在我们眼睛从这个地方往下看 这个是我们的限制条件 这是所有的level curve 我们把它图画到这边来 这些圆就是这些圆 就是所对应的下来的 我们以这个平面来看 那么我们问的是 这个Gxy等于0 这是一个线的话 它会跟它在什么地方的话 会造成最小值呢 应该是这样的 来我们看 应该是有一个 在这个地方会发生最小值 就是在切在它的level set 某一个 这是F of xy等于C 某一个地方 这是Gxy等于0 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切线 那么我们的话 等一下我们用另外一个图 让各位同学看 就会更容易了解了 我们来画一个另外一个图形 让各位同学比较容易了解 现在这条线 是我们的限制条件 Gxy等于0 那么这些线 这些的话绕着这边的圆圈 就是我们的level set 在xy平面上面的投影 我们说要发生极值 这条线跟某一条线 要发生的是相切的情况 而且这条线跟这条线 会有共同的切线的邪律 共同的切线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要准备要下结论了 什么结论呢 这个方向叫做法线的方向 以F而言 这个方向叫做gradient of F 那么我们再画一个G的 G的法线方向 我们可能在这边 也可能在这边都没有关系 这是gradient G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这两者是一个成比例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某一个数字 就是说一个lander 使得说gradient F 刚好是等于某一个数字 叫做lander gradient of G 这就是我们的lagrange 这个multiplier的公式 那么如果同学觉得 用几何的方式不容易了解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代数的方式 利用连锁率来解释给各位同学看 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的限制条件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假设这个限制条件 GXY 我们这个Y当做是X的函数 就是我们把它写成一个 隐含数的形式 那么既然F是限制在GXY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 这个函数就是写成XYX 好现在的话呢 我们对这个F来为分 我们利用连锁率 各位同学 来我们复习一下连锁率 这边第一个的话是F对X偏为 这里DX除以DX 所以这边没有了 再加上FY DYDX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算式 我们既然它会发生极值 所以我们以X为变数 对它为分 应该要求它要等于零 好 第二件事情 这个G本身就是零 所以我们以X为变数 对它来为分 这边也是一样 它也要是零 而且我们也是采用的是 连锁率 那么是G 这边是对X偏为 加上对Y偏为 这边也是一样 DYDX 我们说这两个切线斜率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这个是乘比例的 于是我们可以存在 我们存在 存在一个什么呢 一个烂的 一个实数 一个烂的实数的话呢 FX 对X偏为 会等于 Land G X 第二件事情就是 F对于Y来偏为 会等于 Land G 对Y偏为 第三件事情 本身 它的限制条件 G 我们就利用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就去做了 Lagrange Multiplier 就是所谓的 有限制条件之下的 最大值跟最小值的技巧 刚才我们介绍了 刚才我们介绍了 Lagrange Multiplier 的原理 以及技巧 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做一个立体 让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是说 我们要求的是 F的极值 它没有说极大 还是极小 就是 但是它有限制条件 那么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限制条件 就是我们所谓的 G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题目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方程式先列出来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刚才我们证明出了 如果说它有出现极值 第一个条件 对X偏尾是会等于G X F Y 会等于Land 对Y偏尾 第三个式子就是G 因为它限制在 这个条件之下 这个地方 我们有X Y Land 三个变数 有三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解 来 我们开始来做 第一个 这个对X偏尾是 3 Land 我们写出来 这个Land 就是我们所称的 Lagrange的Multiplier 就是它的一个乘数 乘子 一样 那么G X呢 对X偏尾 那就是 2X 这是我们的第一式 再过来 对Y来偏尾 F对Y的话 那这边就是4 等于Danda 这边对Y是2Y 第三个就是X平方 加上Y平方 减1等于0 我们把它写成等于1好了 好 我们的话呢 利用代入消去法 我们把它算出来 怎么算呢 我们先来看 X是多少 来 我们从由1可以看得出来 X是 全部把它改成Land来表示 是X是2Land分之3 那么Y呢 是2Land分之4 现在我们把它全部都带入最后一个式子 平方和等于1 所以我们算出来平方和是4Land的平方 这边是9 分母一样 这边是16 会等于1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多少呢 Land值是多少 Land值是 Land值是等于有一个正一个负 正负 这边是25 所以我们把它乘过去 这是正负2分之5 有两个Land 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第一个 Land是正的 第一个情况 Land是2分之5 那么X是几 X就是5分之3 那么Y呢 这边是2分之5 这边是5分之4 第二个 Land是负的2分之5 那么X很简单 一样的我们把带进去是负的5分之3 Y是负的5分之4 这样子我们的话得到的结果 F值是多少 我们把5分之3 5分之4带进去 5分之3 5分之4带进去 这答案是 等于几呢 等于5 这个把它带进去 等于 负5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 在这个限制条件之下 最大值是几呢 是5 最小值是几呢 是负5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知道 Lagrange的这个技巧 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个例题了 如果说各位同学碰到的是 三个变数 有XYZ 那么我们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扩充成四个方程式而已 那做法都完全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